家长们带着变状的小朋友 穿梭在草屯商圈的店家中要糖果 每个店家也准备了糖果礼物 送给千来说取的小朋友 今年小朋友们仍是扮成公主 与各类英雄居多 日本卡通鬼灭之刃也是热门扮相之一 靠咪造型跟魔女 草屯很少办这种活动很有意义 然后小孩会很开心 我们打扮鬼灭之刃的造型 因为最近很喜欢看这个 防备是猪的 就是猪喜欢的角色这样 我觉得很不错感受万圣节的气氛 还有糖果可以拿 重点是糖果 万圣节变装活动 由南都县亲子共学协会 及巧屯商圈发展协会共同举办 希望让参与的大小朋友有特别的体验 推展家庭亲职教育之外 同时也能带动商圈生意 一般来说都只有比较大的都市 才会办这样的活动 那我觉得应该要让小朋友 借由这个活动知道在地有什么店家 那结束之后我们会跟小朋友说 这个的游览 它是源自于什么样的那个 一个传说这样 形象商圈配合 可以让小朋友有不一样的体验 大家都特别打扮 当然就是要度过一个不一样的万圣节 当然也要感谢我们店家 都是有提供 包括文具啦 不只是这种糖果 当然就是希望 让我们小朋友 可以度过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万圣节 让小朋友 除了课业上的一个学习 也可以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活动 不给糖 不给糖就捣蛋的声音此起彼落 让草屯商圈里洋溢着热闹的过节气氛 不只大小朋友都玩得不亦乐乎 商家也获得行销及前朝 除了这样我们也可以让小朋友 也可以来知道我们商圈里面的店家 有哪些店家 也是希望他们未来 也可以带着爸爸妈妈来这边走走逛逛 来体验不一样的活动 当然这一次也是有我们的协会会员 专门指导乐高的一个店家 我们教学我们直排轮的一个老师 都来特地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也是希望除了一般的一个游节之外 可以把教育融入到我们的游节里面 让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学习 南投县很少有办理这样的万圣节活动 因此报名相当的踊跃 参与的家长们都很期待这项活动能够持续办理 记者洪一伦巧屯采访报道